OK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主持人 我是你们的小师傅 正如大家所见 我现在是在吉利汽车宁波杭州湾第二制造基地 今天来这里是参观它的新锐这款车 这款车是目前比较火的 现在销量已经接近万辆了 它是来自吉利的CMA架构 现在已经叫超级母体 这个名称是特别有母爱 本期视频大家就跟随我镜头进到厂里 来看一下新锐这款车到底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我们眼前的就是新锐 这款车现在是非常非常的火 就是满足了中国消费者的不大痛点 首先空间大 那么美霸的轴距 虽然它卖A级车的价格 但是这款车不折不扣的是一款接近于B级车的一个尺寸了 然后2.0T 是不是独卷 然后自动变动箱 还想要什么 都满足你 怎么样 要不说现在这款车卖的那么火呢 这个山盘就是第二只老基地 精锐车型的是新车型 是在11月 就今年的11月刚刚上市 这个工厂 您可以看到 整个工厂的建筑面积大概是有1059亩的 重点是给大家来讲一下这个工厂 我们这个工厂是位于宇宁波的黄州湾特区 那个冲加厂我们和合资工厂 合资工厂相比 我们是指导优势的在里面 我们的AB线 它的线头均采用的是2500分的 我们的打扣的一个生产的压力线 它的台面 就是工作台面是2.5公里 比如说相对于我们 我们的这些修理单位嘛 精品单位 相对来说我们的各种压力 压力是要大的 另外一个台面是比别人要更大的 那汉塘厂呢 它现在呢 因为实现 用性化的生产 采用了高度的自动化的 模特化的机械 就是进行工作 图法机器人现在在汉塘厂 我们有436种工厂 这种还不包括我们潮市的机器人 比如说在工作的机器人 有436 那么基本的时间呢 碳接的全自动化 我们知道反出自动化 那么也就是说在汉塘厂时间里面 除了人员需要 下铺搬运 下铺这种工具之外 我们其他的基本上 已经去 已经是没有收拾了那种 人员的 汉填的作用了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这是吉利给的盲盒吗 打开看一看 杭州湾跨海大桥 激健狂魔的作品啊 好我们就在这里呢 结束这一期的视频 太阳出来了 今天杭州湾的天气不是特别的好 OK那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 各位兄弟们